刘四镇是湖口县濒临长江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 在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年代 一度是都昌、彭泽、湖口及颇阳、东智等五县的物产集散地 俗称小上海 刘四镇始建于明代 古称刘四 别名刘四桥 素有江南古部、干北第一镇、中华诗词之乡、中国草龙之乡之称 刘四镇、海市全国百强中心镇、江西省综合实力百强镶镇 江西省经济发达镇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镶镇 江西省首批五行政府建设示范镶镇 九江市沿江工业发展重点示范镇 江西省首预演 江西省首颜